她化的媳婦 所以有回家的感覺 然後今天是七六下午 你們應該是去喝下午茶 或者是遊山玩水水 你們記得來到這裡 所以我們是不是應該有可能 有一個共同的交集 就是我們都是對國文交集 有非常非常多的熱情 所以我很希望等一下我的這個分享 真的能夠把我們這樣的熱情燃燒起來 那也謝謝你們願意聽我分享 那我的那個非常的 比較暗的題目叫做 魔術方塊旋轉師 可不可以請老師們 我們來走模入模一下好不好 我們知道預圖策略 有一招叫做檢索題目 那你們覺得 如果用魔術方塊旋轉師 我們的檢索可以怎麼來 魔術 可以變出現 可以變不見 方塊 有沒有發現到方方正正的 而且它上面有顏色 應該可以畫圖 可以寫字 可以有數字 那旋轉 旋轉的方式可以很多啊 我們大家都玩過魔術方塊 你是怎麼旋轉的 那最後詩 就是我們符合我們種子 那個教學的那個主題 就是如何來賞 如何來寫 那這些呢 就是我這一門課的課程核心 好 那我的前提喔 刺殺句點 這個是我很堅持的 我是把它分成16次 就是整學期的課 我很貪心 剛才那梁華老師 其實他們上的那個單元的課 都已經非常非常難度高了 我覺得我還這麼貪心 所以你要在聽的時候啊 老師們 你們可以根據這16堂課 你覺得有興趣的 你就認真聽 沒有興趣的呢 就輕輕的給它聊過 沒關係 好 16、4 24個人分成6組 那每一次都有不多的作業 那我為什麼說不多 是因為啊 它真的就是這麼一小本的 一張紙做成的 我命它為魔術一點手工書 老師們 我們以前的作業都很大張 A4、A3都跟它下去 可是今天我們用一張紙 讓學生折成 這樣的小小的一本手工書 我們看作業的量也比較少 而且走精緻路線 學生真的會寫 我今年帶餐飲的學生啊 很多人作業都不教的 可是當我教他們 折了這些小小的書之後 每一次都願意寫 寫的都非常的真摯 叫做情長 可是那個紙是短的 我覺得這個對不太愛寫的同學 這個是一個非常好的那個引誘 那我的目標 我為什麼這麼自信的時候使命必倒 因為我沒有 像剛才正正老師 或者是欣貞老師 這麼樣的廣播深厚的 這樣的目標 我的真的就是 引發一些小小的興趣 所以請各位老師 不要用太嚴格的方式 來對待我的教案 好 第一個是學生的感受性啊 創造性跟表現性 我希望能夠大過於老師的說明性 其實我覺得這個看起來很簡單 老師要數練 我發現到我本來 有一個學期我跟自己講說 我以後跟自己講 我每堂課我只要講 十五分鐘的課 其他三十五分鐘 我一定讓學生當主角 所以我發現到 我試了一個禮拜之後 我沒有辦法控制 我講話的那種慣性 這位老師回去可以試試看 那我的課 我真的希望主角是學生 那個引發學生的想像力 學生那個年級人 真的是天生的詩人 他們的想像力真的比我們 我這個年代的老師 我覺得豐富很多 所以為什麼我會拿比較出來呢 第三個呢 是希望學生能夠對詩感興趣 甚至愛創作 那創作我就沒有很要求喔 一定要像好的詩或是不好的詩 一旦願意創作 我覺得我們就已經跨進了 跨開了很大的一步 那所以我自己也知道 我的這篇教案 應該不是往那個高升理論的 那個方向去進行的 所以我把他命稱是我的魔術方塊旋轉詩的首部曲 那如果老師們有興趣回去試試看 也許我們可以再一起合作 二部曲 三部曲 我們讓那個這樣的詩作的創作 可以在各地開花節目喔 好 那源起就是啊 去年的種子教學活動 孟文賢教授 他講了非常動人的詩 我稱他為詩的畫成詩的精靈 因為聽他上課真的非常非常的享受 你會發現他本身就是一個 一個 就是他本身就是一首詩 我們根本就悠悠在他的那個身邊 非常非常的讓我們感動 然後當時呢 他講的這兩句話 我的教案就出來了 我發現到以前 我腦袋裡面有時候會想出一些想法 那有時候我忘記記下來 他就不見了 那當時我老師的這兩句話 我馬上寫下來 這就是我這一次的 課程的一個最核心的點 他說一個字啊 就是一個世界 我腦袋裡面想出的是那個印章 然後他又說 會重新撞擊出另一個世界 欸 我就想到 真的魔術方塊 真的就有魔術方塊的念頭 然後我就很開心 然後後來 温文賢教授又繼續講課 然後我就聽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過癮 那當中呢 他幫我們上了一首 當年17歲的學生 成功高中的學生喔 黃和聲 學生們的觸覺 我這邊有標頁嘛 就是我們講頁的頁嘛 你們可以參考 當時温老師講的 真的是非常的淋漓盡致 我也聽得非常的投入 可是我越聽越心慌 冷漢直流 因為我發現到 真的看不懂 雖然黃老師講得這麼好 我真的沒有辦法體會 之後我就開始反思喔 欸 為什麼我看不懂 你們有光片看一看 因為黃和聲的詩裡面 有很多的 物理化學數學的一些專有的數 那對我們國文老師來說 太遙遠了 我到學之後就沒有再碰過 之後我就在反思啊 太有歸或獨尊 可是17、18歲的小孩 是我們現在的 每天要接觸的對象 那我們走不進他們的世界 我們還要教他們什麼啊 所以我自己就給了自己 這樣的三條路 第一條路就是 真的能夠有 沖沙進17歲世界的那條血路 能夠讓我們開心出來 第二個呢 能夠調和文科 理主交流的思路 其實這個是有感而發 我旁邊坐了一個數學老師 他常常有空沒空就會跟我講 欸我覺得你們文科老師的腦袋啊 長得就是跟我們理科老師的腦袋 差很多耶 你們為什麼會那樣小 我有點不服氣 可是後來發現到 你們以後去觀察你們學校的 那個很多的言論 就是對於學校的一些 活動的一些想法 你會發現到 文體科老師差異性真的還蠻大的 那另外就是 我們家好兩個兒子 常跟爸爸在聊一些事情 那我自己聽了聽了以後 也會有興趣 我就很想插話說 欸我覺得 我的孩子就說 媽媽媽媽媽你等一下 等我們聊完 men's talk之後 你再說 其實我有點受傷害 因為他們知道 我要用國文老師的那個角度 切到他們的話題裡面 他們會覺得有點上風景啦 我就很傷心 那我那一年 我帶的是惡類的小孩 我也是覺得在代班上 我們會要調整 因為他們都會覺得 老師我們是惡類的男生啦 事情過了就沒事 你幹嘛還在那邊 一直打圈圈在那邊糾纏 所以我覺得這是我的困惑 這慢慢慢慢 我自己也在做調整 那最後就是開很多 課有教具的深入 我其實一直非常的羨慕 物理化學老師 他們上課都會有很多豐富的教具 國文科的教具在哪裡 課本算嗎 皮算嗎 好像對 我自己希望我們的國文課堂上 其實應該也有機會 能夠讓學生能夠動手 我們都知道手腦病用非常的好 所以這也是我很努力的一個方向 那優勢勢在必行 我這邊就帶來了三個魔術方塊 你們想像一下好不好 如果現在你桌上 有課本 有筆 有你們的手機 有你們的任何東西 還有魔術方塊 請問一下你的直覺 你會想手會去碰滿的東西 我覺得這個 對你們可以實驗看看嗎 我覺得真的可以耶 用貨學生愛玩的天性 那手機也許會超越它 這我就比較沒有信心 因為手機的遊戲才太多了 第二個就是可以濃縮學生生命的小宇宙 因為這個裡面啊 每一個字 每一個數字或每一個貼圖 都是這個學生獨一無二 對那個東西 所留下來的最深刻的印記 所以我稱它為 可以濃縮學生生命小宇宙的東西 那第三個是可以引爆 學生腦內大革命 因為我一直在反思啊 我們的國文教學啊 我們會不會教著教著 好像學生的原始能力 搞不好都被我們教到我們劍掉 因為我們都太往那個考試 或者是太固定的那個方向去發展 所以我一直在想 學生的原始能力其實是很棒 尤其是師 我覺得真的經常也是天生的師人 他們的原始能力 一旦被喚醒被強調 甚至真的來運用 我覺得他們就會長出新的能力 那是一件非常自了解的事 所以新的能力絕對能夠引爆 那我自己覺得 那就真的一發不可收拾了 那我們的國學 國文教學 應該就會有機會樂在其中 那我內容我稱他為心靈要是三把 就是真善美 真就是我很白癡的科學 就是剛才說的物理跨學 那個數學的這種深層思考 可是我很白癡 學生可不可以很厲害 可以喔 我後來發現到 我們可以用學生非常厲害的東西 讓他們搭音這樣 來幫我們國文教學 做一個更好的鋪陳 讓他們就往那裡開發 因為學生真的是跨科在學習 我發現我為什麼一定要把它切割開 說國文確定是國文的什麼東西 我們利用數學物理化學的養分 來讓他們引導到 我們國文教學的內容裡面 我覺得這是一個 非常示範功倍的效果的東西 老師們可以參考 下一就是我非常喜歡的繪本 我覺得如果上課 能夠像自己非常愛的東西 真的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再老師們想想看 你最愛什麼東西 如果真的有機會讓它變成 我們教材裡面的內容 有沒有發現到 我們當老師 就真的是一件非常非常快樂的事 第三個是我們自己本身有專業 我們還是不要跑掉 我們的運文傳統抒情的這個古典詩情 好 那我的主題喔 我稱它為崩起古典的背 沒有錯就是思念 我的每一首創作詞 我都扣住一個主題 就是只創作跟思念相關的詩 那為什麼我這麼堅持這個主題 是因為我覺得它有一個消極作用 就是避免情傷 報警 我看太多那種情殺案件 真的很傷心 曾經相愛的人 為什麼最後的結局是這樣 好 那積極方面 我覺得真的思念它是一個美麗的源頭 如果有一個學生啊 懂得思念 愛上思念 甚至享受思念 然後抒發思念 你會發現到 其實它就對生活當中很多美的東西 應該會更有感 那甚至我們的古典文學的很多的作品當中 思念真的佔的滿大的部分 好 做法全面啟動 因為我的魔術方塊上面呢 真的都有學生的起心動念 不管是顏色、符號、數字、貼圖或是文字 然後學生在轉的過程當中 其實他已經跟他當天的那個心情 跟老天爺所有的任何的安排 就做一個怎麼樣 非常浪漫巧遇的那種類似數學所說的什麼 幾率 排列圖的那種方式 他們就巧遇在一起了 那形態上面 我希望能夠跟風造極一步一步往上 就是有我們典型的國客 就是賞機師 那也有我的教具就下去了 然後引導他們轉寫詩 那我覺得 剛才那個真正老師的那個講法很好 我們用上課的方式有沒有發現到 覺得到最後沒有 就幫他體會說 老師那首詩應該是很怎麼樣的 可是講完之後 我們怎麼沒有那種感覺 所以我覺得我們老師們 應該有那個任務啊 應該讓他們看到 我們很多文學作品的本來的面目 所以我覺得 詩根本來就是可以用來唱的 那我們為什麼唱唱看 那甚至最後啊 我自己也還在嘗試 詩有時候也許不一定是用文字來表達 他可以有學生的想像力 然後把他變成一種不可思議的存在 你們等一下看看 也許你們學校的學生 會有更多的發展 好 那就有點辛苦了 十二團課就下來了 看起來很繽紛 好 一百五十頁 老師們可以參考 不用照 真的我們那個獎益裡面都有 那我的設計是 一 魔術語典手工書 就是我的類似作文教學裡面的起 那乘呢 就是中間二三四 還沒有開始有魔術方塊喔 先把我們的魔術方塊做一下冷身 那中間的五到十三 就是三輪的真善美的循環 好不好 學生才不會覺得 每次都是 我每次都是數學的東西 好 那最後就做一個表現實的結尾 好不好 這是我的十六堂課的設計 好 那第一堂課 我用最笨的方式 就是一堂課一堂課的來這樣教 好 那我的那個獎益裡面都有 首先第一堂課 我命他會魔術語典手工書 就是像今天我跟大家講的 第一堂課 我就會跟學生這樣寫書 讓他們大概知道 整學期下來 我們的課會長怎麼樣 那第二個就開始呢 讓他們做出奇至聖的手工書 好不好 這些就是學生折出來 然後他們手都很巧 而且這個不難折 然後手工書 我稱它為有書一 因為它真的還滿漂亮 那這一本就是他們這學期的作業本 然後我有什麼要求 就是每一次喔 所以有誰比有一次 每一次一定要寫這三個東西 第一個是我最愛的詞彙 這個只要蒐集就可以了 或者是對生活勇敢 第二個呢 原因 因為你為什麼是喜歡透過 他為什麼是喜歡那個享受 好不好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原因 那第三個呢 就重點來了 失利 就是去找 絕對很會找資料 去找你覺得符合這個 你最愛的詞彙的詩有哪些手 那就寫一手 而且都 其實就我們就不會要求 學生一定要印出來 因為他們要寫在這個裡面 而且其實他們已經慢慢的在 在上我們的當 因為他們就用筆啊 來抄這個詩 其實隱隱約約 因為磨磨磨磨當中 他們已經儼然 自己都可以是一個 一個詩人的那樣的一個化身 好不好 那我很堅持的是啊 這三樣東西並不難做 那我們要堅持派遇 因為你會發現到啊 如果我們堅持下來 十六堂課 然後十六五字彙 然後二十四個學生 會有多麼豐富的成品會出來 好 那我就會教他們製作手工書的方式 好不好 這個很簡單 所以我就不再多說 那每一次上課 還是要檢驗學生 有沒有做到這個工作啊 所以每一次上課 我都要同學念出詞彙 二十四個同學 老師們根據我們的專業 每個人都講一個詞彙 大概要花多久 可能兩三分鐘就可以了 那當別的同學沒有做作業的時候 他講不出來 有沒有發現到 他就太突出了 這個很簡單 時間很短 可是又真的能夠讓學生養成這個習慣 然後抽點他所蒐集的詩作 比如同學可能很想要敷衍 然後就隨便講個詞 那如果抽到他沒有詩作的話 那他真的就要完整才能夠進教室 然後我是預計 真的是非常非常可觀的作業量 好 第二堂課啊 既然我叫做魔術方快旋轉師 就有魔術師耶 那我心目中最棒的魔術師 就是這個繪本的主角 叫田鼠阿佛 那堂課很簡單 我就講繪本 然後講完之後讓學生寫 讀完之後 你覺得你有發現了什麼 然後這個都是學生寫出來的 我的講義裡面更多 我們來看一下 學生說心靈的力量會帶來希望 這個同學說 用心體會萬物 他文學啊 應該跟生活做結合 有沒有發現到 這些話啊 其實都是平常的文工 我老師對學生說的 可是今天我們只用了一本繪本 這些話變成學生自己講出來的 意義有沒有更深刻 有耶 好 再來 那第二堂課 我剛才說魔術方塊啊 有色彩 所以我就讓他們啊 能夠對這些色彩 有深化跟應用的可能性 153頁 這一堂課 我就讓他們每一個人 都擁有這六種顏色的詞 然後請他們 無所用其極的把你所想到的 關於這個顏色任何東西寫出來 然後就分享 可能給他們一段時間 然後分享完之後啊 你就發現這些都是我搜集學生 對這個顏色的一個看法 我其實有點意外 我沒有說不能夠寫蘋果 或者是柳釘 或者是頭髮 可是你們發現他們都沒有寫出來 我不知道是我的這個學生 他們是比較已經很直覺 能夠用抽象思考的能力 來做詮釋還是如何 可是我很驚喜 像那個白 你看一下 潔淨空虛 單純 孤僻 顯瘦 平白 無聊 神聖 和平 你們發現都非常符合 那對這個顏色 已經有這樣深化的認識之後 我讓他們運用 就是讓同學呢 每四個人一組聊聊天之後呢 各組派出一個同學出來 也不算自我介紹 他可以只講一句話 我們不要給學生太大壓力 可以只講兩句話 但是我要底下的同學觀察 我後面有寫到 觀察他的走的姿態啊 或他的鞋子 他的髮型 他的臉色 甚至他的衣著 他的任何的肢體動作 講完之後喔 看完之後 我就說 請你給這個同學一點顏色巧巧 這個就是他們亮出來的顏色 你會發現到很多同學的顏色都不一樣 那如果你是在上面的同學 你會不會好奇 為什麼你給我綠色 你給我紅色 你給我黃色 所以他們已經在運用色彩 而且聽的同學其實很滿意 所以底下人們就說 老師換我 因為那一句話都要用來說很簡單 所以整個的運用 有沒有發現到 就這麼自然而然的發生了 好 第二堂課啊 真的要向見觀一下 每一個人都可以有一個魔術方塊 然後呢 我要求他們自己最喜歡的顏色 中間寫上你的名字 這個魔術方塊就是你的了 然後我們的主題是思念 一樣找一面 你覺得最符合思念的顏色把它寫上去 那有的老師說 這個魔術方塊也應該還滿貴的 老師你24個都要自己買 其實可以讓學生準備 如果我們有經費上面的壓力的話 學生會準備得更精緻 好 那第三堂課開始了 我剛才說過那個 一個字就是一個世界 我是從這邊先下手的 我先讓同學齁 我提供了一張獎勵裡面 可以看一下我的155片 名詞大會唱 我讓每一個同學先完成一句喔 名詞是名詞的名詞 然後學生呢 再互相找能夠配成 兩句話的對比的句子 然後一起寫到黑白 這個是我當時在操作的現場畫面 那我們這邊舉例 這樣一個人的話就 胭織是愛情的痕跡 流離是眼淚的烙印 就是這麼簡單 好不好 名詞大會唱裡面 你們可以自己看你們喜歡怎麼樣的詞彙 都可以下去 然後還有喔 想出對聯 就是已經結合成對聯之後 請同學再去想那個題目 我們知道現在在課那個 閱讀策略的時候 學生對那個下標題啊 總是是非常困擾 那我覺得這個東西 就是類似像訓練 下標題裡面的能力 有標題之後 再刻印章 你也會很發現 學生居然可以樂在刻印章 我那時候在準備一次結文 其實有點忐忑 很擔心學生就是亂刻一通 可是我觀察到啊 其實平常上課非常大啦啦的同學 他在刻那個印章的時候 他其實非常的專注 那我問他說為什麼可以 上課就都沒有用心 他說其實刻印章心很近耶 很近 而且很想把它刻好 而且當他蓋著印章的時候 他說好有成就感喔 你們可以試試看 那我就舉例啊 像B的部分 夕陽是漢子的浪漫 浪潮是男人的情書 兩個男生合作完成的 然後他們給的那個標題叫做 風流 左邊那邊風流 真的很棒啊 好不好 這些例子真的很多 而且變成這個小卡片 我說你們就可以變得輸籤了 好 那第四堂課原始小宇宙 如果有的老師覺得 如果我只要上兩堂課 魔術方塊都可以怎麼上 這個很好用 什麼叫原始小宇宙 就是呢 每一個同學啊 都可以拿到一個新的那個魔術方塊 就寫你現在 對思念的任何的印記 可是老師要給方向了 我這邊設計出了所有的 我們自己想出來的十二招 就是講到思念 你會想到誰 對象 你會想到什麼事件 你會想到什麼自然景物 甚至你會想到什麼標題不好 這個老師都還沒有教 可是這個是學生17歲之後 他們原始的 那個對思念的一種感受 那我最愛問的就是溫度 而且寫完之後還是要問喔 我覺得那個是很好的交流 所以在座的現場 我就把你們當學生好不好 請問一下如果現在要你回答 你覺得思念是幾度 思念的溫度 如果他真的有溫度 你覺得應該是幾度 好 歷人老師 你覺得應該是幾度 五十度 為什麼 一半一半 一半一半 所以他是長 也不算長溫 有一點點熱對不對 所以你的思念是有一點點覺得 他跟長溫是不太一樣 很像讓你開始有一點點 有點要發燒了 其實五十度已經發燒了耶 已經是30超壞了 所以可見用這個方式來看 就可以發現到 你的思念其實已經超過 你的體溫能夠承受的 所以對你來說 應該是還蠻煎熬的 對不對 熬其實很痛苦 那請問一下 這位老師你的思念溫度幾度 38度 為什麼是38度 所以你的溫度就比老師 還能夠接受 我覺得思念應該是一種 微微的快要生病了 因為你覺得直覺中 是思念是一種病 然後你就開始講 39度 40度 42度 就是在那個發燒的那個極限 那有同學會跳出同學的這個想法 所以老師我覺得 思念應該是100度是以上 我說為什麼 他說思念就不在身邊 所以他應該是有昇華 從液體變成氣體 所以就是100度以上 有同學說99度 我說為什麼是99度 快要沸騰了 那個痛苦 快要沸騰那個最高溫 然後沸騰了之後就真的就不行了啦 那有同學是說是常溫 他說思念五處在 或者是講最舒服的那個溫度 你看我們一個溫度 就可以講這麼多 其他的東西更好發揮 好不好 所以我說他是那個 原始小宇宙就是這麼來的 然後我們開始可以創作第一首詩 試試看 旋轉20秒 然後就讓同學停留在有名字的這一面 然後即時的創作小詩 因為是第一首 真的不要太苛刻 不要用我們某老師的高度 去看他們的詩 這樣我們會很生氣 然後我們會很失望 可是我覺得不要 我們只是知道他們覺得說 就是幾首詩 像瓦利斯諾戴那兩行詩 是不是也很棒 可是他們也許沒有辦法 一下子就瓦利斯諾戴去了 對不對 所以就是給他們一點點鼓勵 這樣我自己就做一個爛爛的示範 好不好 思念喔 一口一口亮晶 一閃一閃亮晶晶 你問我的圖形在哪裡 一口一口沙拉拉沙拉 學生就問我 為什麼是一口一口沙拉拉 我說快樂啊 唱歌啊 吃沙拉 然後在那邊唱歌啊 而且我是在哪裡 樓梯 樓梯邊出戀 老師我怎麼顯瘦 有沒有發現 剛才我錄一念白色 因為白色就有一個顯瘦的 一個提供在那邊 所以我在思念 我的那個成績很快樂 然後可是卻是在樓梯邊的 一個很板戰就消失的 一個粗粒 有沒有就寫出來 其實爛爛的詩 可是學生會發現 蛤 這樣就是詩了 他們會被毀滅耶 他們至少就會想要做錯話 好 那第五堂課開始了 我們的數學真下來喔 有一個數學迷說 數學真理有很不變 沒有隨機沒有曖昧 大家或許難以捉摸 但是總能夠找得出來 令人安心 我發現我身邊的數學老師 就是這樣的人生態度 那我們國文是教人神 沒有答案 不然就是一堆 女父親的答案 那我真的就很想讓他們 兩種衝突來碰碰看 所以我就啊 找數學課本裡面 這個操作也很簡單 讓學生不管他是哪一側的 數學課本 因為當時我是高三 他們也許在複習隨便 身邊有什麼數學課本就拿出來 只要找出自己最心動的方程師或符號 就好了 只要找一個就好了 那第二個啊 你們有空沒空去成功高中 一定不要忘掉欣賞他們 他們學校的牆壁 因為他們學校的牆壁上面 都會有很多物理化學 數學的詩情畫意 我就是被他們這個觸動到的 那第三個是 我自己要讓學生寫 我自己也要先嘗試 這個才叫做負責任 我後來發現到啊 其實我自己在創作的時候 我也好開心耶 原來我也可以 從數學符號創作師 我裡面有我自己小小的 創作得不好 可是還是忍不住 要跟你們分享的一首小詩 思念小小孩 而且有那個圖形 那最後呢 我提供他們正宗語的錯誤 可以逆向喔 我們各位用數學符號來解鎖 我們的正宗語 好像可以耶 好來看看 我就舉前後就好的話 我哪張男走過 我說那個可以開分四方 因為我的走過是這個過客 多年來一直一直進行的 最恨四方就下去了 那等在季節裡的容顏 如蓮花的開末 我覺得可以是趨近於無限大 因為那蓮花的開末 那女孩子的一生 你們要一直開一直多 一直開一直多 一直有期待 一直有怎麼樣失望 是幾乎是一輩子的 所以是趨近於無限大的 那中間幾乎都是因為 所以你們可以參考 我的講義應該也有喔 好最後喔 我答答的馬蹄是美麗的錯誤 我覺得那有可能是交集 卻是空集合 這樣講完就懂了對不對 因為每一次的馬蹄生 都會帶來交集的可能性啊 可是到我們讀師為止 他最後的結局都是空集合 所以最後我不是歸人這個過客 我給他的符號是約當於 這個符號我很陌生 可是我覺得好好用 約當於 因為過客曾經有約當於歸人的 那個剎那的份量 所以這樣一講 其實學生的數學能力的概念 一定比我們強很多 那我們這樣講 你自己好像就隱隱約 都懂得更多了 更慌是學生 好 這個是我的學生的分享 像這個很簡單的 浮現的東西 學生就 曾經我正在有可擊的巔峰 散發著金黃的光芒 他是那個籃球的健將 強光男孩 所以當時我們高二籃球比賽 他真的是閃亮亮的 在那段時間走到哪裡 大家都把他當英雄一樣的歡呼 可是現在高三 他成績畢補亮眼 但是都過去了 灰冷霧被沖的火 你就很能夠體會 然後有一個同學 這個是從高一到高三 以後不教作業的一個女生 然後連週記都不教 所以我常常跟他聊天 可是我發現到他有一件事情 瞞著我 因為我常看到他在走 跟另外一個高個子 體育班的男生在那邊閒聊 還有一個女生 我想這三個人在幹嘛 他都跟我講 我們是很好的朋友 我們是國中同班同學 所以我就想三個人 後來這個作品出來 大概就了解 他也畫得很認真 他說老師畫不完 我說我知道 我看得出來 然後他就給神秘的金字塔 一百五十八頁 你可以看一下 神秘的金字塔 是困住我心裡的肩膀 我們的三角關係 沒有終止的一天 懂了 我懂了 好 第五堂課 就是那個數學符號 你有沒有發現到 我們可以提供這麼多數學符號 可是學生會選的是哪些 就是個人的印記就在你懂 好 那第六堂課 第二個就是我的最喜歡的繪本 有沒有看到現場 我以前都覺得 以前我們都會說 教室如果是電影院 應該多棒 可是現在都是電影院 沒什麼看頭 我後來就想說 如果教室變成我們家的床頭繪本的氛圍 那該多棒 所以我那次真的就嘗試了 這就是那個現場 把我們家床單拿出來這樣 大家就在那邊了 然後呢 因為是繪本 所以我讓他們就是 從那個繪本裡面去抓那個圖案出來 而且我的那個繪本 是有很多思念的種類 好像這邊就有一艘船 甚至他們可以去找那個貼紙都可以 好 然後這一次的繪本 我是讓他們真的將計就計 他們很喜歡用手機 那我真的就讓他們轉喔 轉了之後 把你那一面拍下來 直接就在我們的手機上面做創作 就在當場 然後呢 我就馬上約一個群組 就當場 然後大家都能夠欣賞 然後這是當中 我那天講的繪本就是 我是霸王龍 你可以參考一下 有個學生怎麼創作出來 幫澄澄的午後 沉默的雷霓彈下 空虛的微風 在這三千世界交錯 如果讀過這個繪本老師 一定會發現他真的把那個 很細膩很抽象的氛圍都呼喚出來了 而且那一次的活動 我覺得很感動的地方是 我一直喔 那個課是到那個五點結束 我一直到回到家 十點多打算要上床休息了 學生還一直跟我line 老師不要睡啦 還有一個字 我們兩個再一起來想一想 好不好怎麼樣 才能夠讓這首是更完整 其實你會覺得有一點點意外 都已經那麼晚了 他還牽牽掛掛的 他下的那首詩 而且我們的那個工具 沒有英文沒有教師 或是沒有黑板就斷掉了 有一個有兩個有三個 我們就會覺得好喜悅 那我覺得這個就是 善用工具的結果 好那第七堂課 就回到我們專業囉 我們的詩巾 好不好 我還是有跟文本做扣合 那我一直覺得喔 我們老師們 真的不要一剛開始就 就是第一次的接觸 我覺得非常重要 我們常常課本 教同學分開來哪一首 我就開始講 可是在接觸之前 我們想想看 以前我們都收過情書對不對 請問一下 你在看情書之前 你會不會醞釀一些什麼東西 好像都會喔 而且醞釀越久 你會發現越渴望去 打開那個東西的一個 一個內刻 可能會體會更深 那我覺得我們的運文啊 其實應該就是 用這樣的方式來體會 所以我一直覺得 尤其是運文 不要放過第一次接觸的可能性 就讓他們醞釀很多 很飢渴的感覺之後 再給他們真正的作品 我覺得那個效果 其實就會非常大 那第二個就是 一條條的紙片 才有拼圖的實境 我曾經問過學生 如果做這個教訓好辛苦 我要剪好久 他們就說 老師你還是繼續吧 因為他們說 我就說 可不可以就是 像考卷那樣的APC 然後再換那個英文字文就好 說不要 這樣真的在考試 所以他們喜歡這樣拼來拼去的 所以老師們如果你們也想試 辛苦一點點 甚至我覺得 有沒有可能 我們全部的運文的作品 我們都讓他用這樣的方式 先讓同學第一次接觸 因為其實這樣可以學結構耶 結構 我覺得這個應該是滿可以想的 好 那我的操作方式就是 我只講一個好的 就是讓同學編耳歌讀曲 因為兒歌我覺得是最容易 跟英文朗朗結合的東西 因為當時的 我不是音樂老師 所以我不會那個 即使他給我歌 不會不太會唱 可是我覺得兒歌 是我們大家共同的記憶啊 兒歌是最簡單的 所以我就跟學生 第一次喔 我就結合兒歌 來上台合唱 那個讀曲 像他們會唱什麼 小貓鱼啊 糊底或什麼的都可以 那我會在同學 嘗試一段時間之後 我說我們老師出作業 我們自己當然也要做嘗試 所以我會讓他們 嘗試一段時間之後 我也提供我自己的範例 那這個是當時的現場 你可以發現啊 他們會把它分成四堆 然後再來互助 因為一個文言文 一個白話文 再來是共好 兩個人一起討論了 好不好 那一樣就可以寫出 他的個人小禮咒 因為我提供那個 詩巾的那個成語 老師們一起來好不好 泥娃娃大家都會唱 那我當時真的 就用泥娃娃的方式 來結合我們的尖叫 一起來 可不可以 然後我們就麥克風給大家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我們就用泥娃娃版的方式 來唱我們的尖叫 注意 注意 那個不是注意 就是說老師們 也許會覺得自己的歌喉不好 可是我覺得我們 幹嘛要那麼好 我們也會走音啊 可是比我們 一直念尖叫的那首詩 泥娃娃好過很多倍 應該就會 對不對 就是我們即使走音的學生 可是有時候我們就記下來 好不好 我們全面一起來試試看 好來 泥娃娃的 好 尖叫蒼蒼蒼 尖叫氣氣 尖叫菜菜 此情很迷離 我心有淚滴 尖叫別再長 不為雙 無為雙 無為雙 無為喜 深秋無為一 我素悲從此 我素悠從此 我素悠從此 不見那個人 那個人 在水裡放 那個人 在水之內 他沒有閒上我眼前 遠在水之死 路漫漫 路高高 這條路彎彎 他在水中揚 他在水中吃 永遠在水中止 有沒有試試看 就有 謝謝大家 跟我的配合 好像第八堂課 就是物理教訓的 物理學真的有很多 物理科有很多的教訓 那這個 是學生看到愛因斯坦的照片 所創作的這首詩 那我要分享的是這個 有一次我在辦公室啊 就看到有一個物理老師 他就拿了這個 我就說 聖誕節的那個 聖誕老公公的 骨子都是白色 你們這為什麼是黑色 因為我覺得很像聖誕老公公 他就一副很 看不起我國文老師的那個樣子 這個喔 這個叫做磁鐵 這個叫做磁粉 那這個弄出來的東西 就叫做磁力線 很生氣喔 我也很生氣 為什麼 我們就是沒有學過嘛 可是他當時這樣講之後 我就更要挑戰 我說那你這個可不可以借我 等一下上我們班的國文課 我想要用不看 他說這個我帶去你們班上啊 兩秒鐘就講完 然後就知道這個是磁力線 我說拜託啦 借我一下啊 他真的很大方就借我 雖然他看不起我 所以後來他來說 欸那我也要去看你 怎麼上了吧 我說沒問題進來 後來真的就進來了喔 那這個磁力線 拜託老師們 先示範一下 他其實應該是磁本 然後這個磁力 的磁力非常的強 然後弄好之後 然後就是這樣甩一甩 他就會產生不同的那個有沒有 這個就是磁力線的樣子 好那我就帶進來之後 學生就覺得 國文老師怎麼拿這個 那個磁力線的教具幹嘛 我說我們今天要來 藉由磁力線的教具來寫詩 我還是先把寫詩講得下去 喔怎麼這樣啊 是這個磁力線沒什麼好講的 我說有欸 我們只要結合一招 就是跟那個 那個修子玄秘與人結合在一起就夠了 他們說欸怎麼玩 我說來 你們現在想想看 如果你有機會選擇啊 你會選擇是這個磁力線的教具裡面 你會選擇你在哪裡 那因為學生我們都很熟對不對 就可以知道大概個性不同 你選的位置就不同 就隨便講嘛 學生就說我是中間那個磁鐵 我說磁鐵的上面還是下面 就有分別 還問原因 我是那個磁粉 我說那磁粉是最上面還是最下面 還是掉下去還是怎樣 我是那個沒有配膝上去的那個磁筒 我說你為什麼在這邊 同學幹嘛唾棄我 他們都不夠我做朋友 你可以發現一個班級一個 學生願意這樣講 這是真還假的 那個環境其實是非常非常安全的 有時候說我是那個僵吊胃吊的字 我說為什麼 有時候我覺得我好像不是頒上主流 可是我也很愛我的班 你知道嗎 他會問出很多內心話 這個才好用 好不好 那我本來就想要結束 因為真的問好久 要好久之後 那物理老師一直在後面點頭耶 我就不知道為什麼要點頭 因為他兩秒鐘 居然上了差不多30分鐘 對話可以30分鐘 然後我本來就說好同學 那就你剛才的對話 你就來創作師 有人居然說 老師我還有答案 我說怎樣 不是都被講完了嗎 我說老師我是這個透明盒 我說為什麼是透明盒 我啊 把一切都看透透了 真的非常非常非常學生 那我就說也不錯啊 因為你就沒有三語心 你是客觀的 只能這樣子講 那後來就說還有沒有還有沒有 那個學生就確確的舉起手 我說你還有啊 這就每個啊 全部都被講過了 你們知道應該這個學生說什麼 好聰明喔 他說老師我是這一隻手 你可以了解喔 跟剛才的透明盒又不一樣了 那物理的教具不是只有這個 所以下次你們有空 真的可以去物理化學實驗室 裡面去看看 如果可以跟什麼東西做結合 就偷偷給他借一下來用 我覺得蠻好的喔 好那這是我們學生當時的畫面 然後你看喔 思念的 我就念後面啦 那個不留下一點黑幕 推開一大把的思念 去留下如沙的回憶 你看喔他就真的 我沒有教他們什麼叫意象 可他們已經就把那個詞本 變成回憶的東西 那個抽象的東西來寫了 我念念不忘的是 我們曾經緊緊相依的日子 就是那個詞力線產生出來的 真的很棒喔 好那再來第九堂課 一樣是繪本 上次的繪本他們寫我說 老師說沒有燈光沒有音樂 所以這次我就做改善 而且這個繪本不是我準備 是學生自己帶來 因為我發現這樣怎麼多元 好這是現場的 然後這個時候呢 也跟上次不太一樣 我這次叫他們寫的是思念的種類 然後這次是我想說上次是個人創作 但是一樣有用手機 可是是群組的好不好 群組然後大家一起討論 關於那個思念的一首詩 現實集體完成的 然後可是我要很坦白的說 那堂課我覺得我自己很失敗 我自己很失敗 可是有些學生覺得還不錯 而且他們有心發現 有學生說老師同學那堂課都面無表情 好可怕 因為我的國課很少是大家都是面無表情的 才會覺得那堂課特別的恐怖這樣 那有同學說有人要主打師 不然都是同學就亂講有沒有 一堆材料裡沒有組裝 那有同學還是肯定說 其實可以激發思考 這171頁有他們當時 我找了一兩組的那個現場的思作 跟你們分享 那我說我自己覺得很失敗的地方是 因為我打字的速度真的跟不上同學 而且我要及時的照顧六組 所以我自己覺得忙得交流爛 所以你們可不可以幫我曉得 如果下次還要這樣做 我們可以怎麼樣讓自己審視省力 而且就是都能夠關照到 好不好 我覺得你們一定也可以幫我想出辦法 好那再來是 第10堂課 樂輔詩詞變魔術 好那這個你們自己 這個是我們專業我就不再多說 可是這堂課我是希望他們能夠 剛才是兒歌 這一次就是流行歌曲 剛才那個真正老師跟欣賓老師有提到過 流行歌曲真的就是 就是學生最自療而然喜歡的東西 那一樣就是選出大家最喜歡的是 然後就是就是那個流行歌曲的創作 那我自己因為之前在上赤壁副啊 我自己跟學生們曾經創作過 關於赤壁副的流行歌曲 那我覺得剛好也可以提醒說 副也是運文之一好不好 所以其實他也有可能會唱 那這個是我自己改編的 那你們有空就可以自己唱唱看 我覺得學生那個改編的比我們更精彩 174頁風吹草動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跟我一樣的年紀 我那時候非常的風靡林慧平 以前的育女歌手 那我用的就是他的風吹草動的這首歌 我先問一下 有老師會唱我們兩個一起合唱好不好 有沒有 因為我那時候在北英女唱那一場 有老師 老師你的歌怎麼都那麼老 我就覺得不好意思在唱什麼這樣 可是我會挑這個風吹草動的原因是 我覺得他的旋律 真的跟赤壁副的那個味道很像 有一點點親手 因為剛開始嘛 又有點悲涼 那最後其實又有一點點 有一點點覺得好像有點希望 我覺得如果找到那個旋律啊 跟那個主題是類似的 其實就還蠻好的 像中間好風好水好月好歌 快樂變上悲 我有把那個情感 我叫做那個赤壁三溫暖 因為就是有三種不同的情緒 還有忍生有色大小動會圖形 我就不唱了 好不好 老師們有空可以去 那化學的就開始了 這是我的那個現場 然後當時的做法是分享一首思念的化學小師 這首是我在那個報紙看到 我覺得真的很動的 化學課考試啊 他拿99份 因為他在眼淚的成分裡面 多顯得很像前男友 真的是化學師耶 因為眼淚的成分是什麼 就是水 就是H2O就好了 可是那女生 因為當時失戀 H2O人不是在家前男友 那化學老師真的不敬人情 就Code分掉 我覺得真的非常的失味 好 然後我也會讓學生自己找 跟那個化學名詞相關的東西 然後你可以發現到這裡為止 他們的小宇宙已經 54面當中有42面 那我們這邊也稍微停留一下 你們覺得轉動魔術方塊 我之前在做的都是限制時間 因為我覺得那是老師 最容易對方便控制的一個因素 可是後來學生嫌說 我每次都轉10秒15秒不好玩 那我說你們有什麼好玩的 他們就開始 說老師不然就是閉眼睛 這是他們自己想出來的 不然就轉同色的一面 因為他們寫的時候 是自己亂寫的 或者是老師你下口令 說上轉三圈 那個左轉兩圈 然後就停在哪一個顏色上面 他們教我這樣玩喔 那甚至有同學就是說 不然往上丟再接觸 靠自己最近的那一面來創作 然後有同學說和同學交換 因為我逆了我的小宇宙 我想要知道別人的小宇宙 有沒有發現到 學生在教我耶 我覺得好開心喔 因為我只會用時間 這是我們的專業 可是學生可以 可以這樣教我們 就你們的學生一定更棒 好那有一個學生就寫了 畫學生好 是我的零分 他轉到的是這一面 零就在上面 因為我誤把承諾 有沒有發現 我說哪裡有承諾 這邊全部都沒有承諾啊 他說那個戒指啊 戒指啊 我說戒指為什麼跟承諾很關 老師你怎麼那麼笨 我就知道了 他已經把具體的配件抽象了 我們沒有教意象 好拿來滴定 滴定我就很陌生了 結果學生說 那個滴定就是用來測酸減值的 你看他們在教我 而且他們把滴定放到室裡面來 心靜漸漸酸的起來 心真的可以酸 如果他寫心靜漸漸減的起來 我就覺得怪怪了 對不對 所以我把照老師拿去 跟我們的畫學老師分享 雖然他不怎麼欣賞 可是我還是覺得學生很棒 因為他一直說錯了錯了錯了 我不知道錯在哪裡 因為這個沒有錯比大家 好 再來這個是學生 這個學生他是那個數學小天才 他每次國文科的作業 他都很努力的在寫 可是我一直覺得他寫不出什麼好的作品 所以我覺得 原來理科的那個天才就是 就是會有遺憾這樣 可是那一次他轉到這東西的時候 他寫了兩首詩 你們可以看一下176頁 就算使用電解法 無法還原我倆的一切 我那時候很開心 是他至少心開始有點柔軟了 也知道人跟人之間 你看無法還原我倆的一切 那個臉我又不知道是誰 可是至少他知道 不是只有跟數字打交道這樣 好 那再來 那個真的部分 我覺得兩次會本應該就夠了 那算了 那我覺得應該是讓他們 真的把這個運用出來 所以這個是我還沒有實施 可是我預計應該可以這樣做 就是我們學校附近 也有個和平醫院 然後我想要讓他們去觀察那個實景 然後看一張人物特寫 然後有五個優點五個問題 提出解決政策 因為我覺得我們以前都說什麼 杜福啊白居易啊原整 社會寫實施對不對 可是那個精神如果落實 我們應該是落實在去觀察 我們現在社會的現狀 我覺得這個可以跟他們的善做結合 那有的老師說 我在帶出去真的很麻煩 我後來想了一招耶 我們學校的環境裡面 哪一個地方 是跟我們的生命增強 最貼近的地方 就是活動中心啊 所以如果跟那個護士 打一聲招呼說 會不會在那邊觀察兩個下課 我覺得應該可以有同樣的效果 那當時我會有這個想法 是因為我兒子 在那個去年四五月份的時候 得那個肺炎 就是住和平醫院 那我自己覺得很感謝 就是那個醫生跟護士 他們一上一上一上的笑臉 都讓我覺得很安心 結果一直... 不是 就是很擔憂 很擔憂我的孩子會怎麼樣怎麼樣 可是當他們透出那個笑容的時候 我覺得就是一個善的力量 再讓那個憂心的人能夠安心 那這才是真正的生活 也是詩真正應該要有的作用 好那再來 我們的唐師宋子找秤子 那我要感謝一下那個五春高中 那個淑芬老師 因為這招是我們有一次聊天的 他講到了 我覺得真的還滿好用的 就是之前我們有詩經樂福古詩 前面的有沒有 聽創作兒歌或那個流行歌曲 這個時候我們都把它拿來秤子 而且那個秤子不要太嚴格喔 允許學生可以用語氣詞 地方方言英文 韓語日文都可以下去啦 年輕人的用網路源都可以 所以呢 也不要認為甚至只能夠用在允許 因為我們做了這樣的節目之後啊 我發現到會有很多意外的長生 像這首那個長甘形 學生就真的純粹用我們的碟字 好不好 我的那個裡面應該有 講的裡面有 就真的碟字喔 而且我發現到他們的碟字 如果用壞掉了 其實你會發現他是不懂那一句話的 最後來發現甚至有一個作用 那這邊我們 一樣再唱一下好不好 因為這個比較簡單 生日快樂 我們就唱前面的四句 祝你生日快樂 類似我是跟全邁一唱 他們都唱得好開心 一直笑一直笑 來 預備 開始 寫吧剛剛出復兒 這花門前樂句 浪起床馬快快來 繞床高高弄進咩 弄進咩也可以 有發現那個高高 就可以知道他們了解 什麼叫做床 什麼叫做弄進咩有沒有 他們不會亂家 不會說落床 然後跑跑 怎麼弄進來 他們就很明顯的 有那個動作在那邊 那甚至黃眉吊也可以 像最後的 也很符合 都是七個字的 好不好 回去可以跟圓環看的喔 然後我就說 學生就會發現喔 甚至如果用純造詞 因為他們翻譯都是用造詞 其實是行不通的 而且有的會變家變糟 所以我後來發現到 甚至其實可以當考試 雖然有點下風景 可是真的可以 那可以來測試 學生對作品的理解程度 我舉例喔 我那次其實全班一口氣 很多手作品喔 那有一組就是 有兩組比較的喔 一減眉此情無忌可消除 A組說 才卸下眉頭卻有上心頭 那個就是稱字 另一組說 才弄下眉頭卻跑上心頭 你看喔 高下就厲害 可是全面的答案亮出來之後 他們就知道 原來應該是那樣 老師就不用多說了 好 再來是 後面的就很快 因為就是收尾好不好 這樣他們知道 真的詩是可以用來唱的 那我很喜歡看力圖老師 可能就知道 學長羅門的麥當勞三時間 我覺得那首詩的表情 全部都在聲音裡面能夠看到 然後請同學就是自己 到目前為止 他們收集到的詩 或自己創作的詩 應該蠻可聞的 他們可以自己念念看 聽見自己的詩的詩情 然後化妝舞會喔 因為課堂後來結束 應該是期末的喔 然後請同學 魔術語點上面的詩應該很多喔 也是找出最喜歡的放進去 然後再來就是創作小詩 怎麼樣讓它有不可思議的存在 那我覺得我們師生可以一起來刺激 你不要小配學生的想像力 可以提供很多的東西 就是那堂課就是把全部的材料都 可以怎樣展現出來 那我這邊覺得那個包裝紙 毛根紙標 或者是葉脈的樹葉 其實都是還蠻可以用的 可以是詩很好搭檔 好那我這邊就是 我們有一個學生 他創作的是那個 地心引力抓不住我愛你的心 那有一組的女生 他們就做了這樣 這個是毛根做出來的作品 我那時候看了好久 我看不懂說 欸你是在詮釋哪一首詩 他們上台提示之後我完全了解 他們說這個是一個地球 然後這顆是蘋果樹 我說哪裡看得出蘋果樹 他們故意旁邊有紅紅的那個 他們還做美工 就是紅紅的像蘋果的樣子 然後我說 為什麼抓不住我愛你的心 他們就把上面那個心一直拉 心思在最上面嘛 地心引力是往下 所以抓不住我愛你的心 我愛你的心是最最最最有力道的 我覺得這是這樣好的詮釋 就是詩它就活起來了 然後甚至這個是安培右手 這是物理不是那堂課的 學生衝動之後 有一個學生說 老師這我試太好了 我可以用毛根折成那個 安培右手的方式 前面你們可以看一下 右手決定未來 拇指決定方向 手掌決定力量 有沒有 比如說我們在物理的時候 安培在幾百平年 找到了磁力的方向 時刻我卻必須對你放手 有沒有思念 有欸他在思念那一段愛情 曾經有這麼多手 這麼多力量 這麼多方向 可是居然現在都一見了 然後我們以後就可以看到 這一首這個作品 就可以知道就是這一首詩 你會發現它就是可思議的存在 那這個是剛好相反 我們美術科 我覺得也可以跟美術科老師做結合 就是我在那個 他們的桌上看到這個東西 我就拜託 我用拜託的 我說同學你可不可以用這個東西 來創作一首詩 我說老師我們現在很忙 很高三耶 我說拜託啦拜託啦 我說我要考試 我拜託啦拜託啦 結果他真的 哥一定就只有這首詩 今夜的月光一絲絲長出翅膀 我心中沉重的十字架 被輕輕輕輕輕的拖出 我說你創作之後 你們覺得你的屋出壓力比較沒有那麼大 我說有欸真的 好像有點書發出來 我也不知道是在哪一項 好最後還有喔 這是有一天早上我看到的畫面 就是學生生日祝福啊 你們覺得要怎麼樣的交情 還有可能花這麼多時間 幫他的桌椅弄成這個樣子 我覺得這已經是 有一顆詩心在裡面的祝福 我如果有機會回到18歲 我同學對我這樣 我真的我覺得我18歲夠了 真的夠了 那個有情之滿的喔 那也覺得真的就是 這個時候很動人的話 因為就下課了 他還一直在轉 我真的忍不住把他拍下來 我後來再想 欸他也可以是化妝舞會的一個可能性耶 為什麼 貼頭藝人的表演有沒有 他就真的就在那裡嗎 他就自己變成一個 一個一個 一個裝飾力術 然後可能就是慢慢慢慢的 在轉魔術方法 也可以變成一種表演 我覺得這是立體性的 我自己亂想的啦 好 再來 誰比我常跟也是展覽館 然後最後就是讓他們自己試做 就全部的課當中 十面PPT來簡介這一系列的課程 讓他們自己去想 然後每一同都要上來啊 24同學 但是不是講完就下去喔 我覺得我們底下的人 我們也要給他們一些任務 就是每個人至少都要用手機 來回饋錄音 每個人至少20秒 大家都知道手機 現在是錄完音之後 可以有什麼 智慧跑出來 就是那個竹竹字稿 我們就把它傳到群組 你會發現當你講完之後啊 你下去群組裡面打開那個群組 有好多好多同學的回饋 23個人的文字的回饋 你會發現到 你講的是不是很有機會 每個人都有同樣的回饋 我們就善用手機 將計就計 我覺得這一段應該很好 有齁 初期不異心發現 課就結束了 我發現到原創性真的很重要 因為現在課程太強了 第二個課程設計師 其實我一直不喜歡人家叫我老師 我覺得那個設計師比較好聽 我很喜歡服裝設計師 室內設計師 工程設計師 有沒有發現到 好像就沒有那麼老了 對不對 很時尚 那個稱呼不同 而且我覺得我們國文科 本來就是老師 是一個課程設計師 你就發現到 好像就不會那麼文影載道 好沉重 尤其是現在小孩子不喜歡這一招 第三個可以刺激潛力 所以可以開發 第二個能夠跨科耶 我發現到有沒有 物理化學數學都可以 那個音樂美術我覺得更好 尤其是跟詩的搭檔 還有能夠3C產品 對不對 所以要挑戰 那我也很好奇 學生在過程當中 他們說其實很快樂 選轉方塊的時候 我又問他們說 怎麼樣你們在想什麼 他們說 其實會有想要轉頭面 或者是轉到好發揮的字詞 都是他自己寫 他居然還要找好發揮的 所以可見應該是跟他 當下的真情是有關係的 甚至有同學很有企圖心 要轉出那個六面都同樣一色的 那有更多的同學是說 他們在放空 我很喜歡他們放空 因為本來 文學就是可以隨緣自在 好不好 放空就是隨緣自在 因為我一直覺得 緣起就不滅了 今生以照面前是多少相同 也是我一直很喜歡的話 人跟人 人跟自 人跟自然 自己的想法其實都是緣 所以今天你看 在座的各位 還能夠留在這裡對不對 真的就是緣 那我自己也會 有時候天馬行空亂想 Ing一下 我就在想 數學證明 語學都很熟對不對 那有沒有可能 用證明題的概念 那個觀念 來證明將近久 是以白寫的 所以前提要知道 證明題是怎麼樣發想的 有沒有可能去想出 通過刺必負的作者 而且是用證明題的方式 來敘述喔 好酷喔 那有沒有可能用物理的槓桿定理 來說明拐名小品的出現 跟當時社會政治的關係 跟當肯定 我也有點模糊 可是我自己亂想 化學的滴滴 剛剛有沒有酸鹼對不對 酸鹼質啊 有沒有可能來測試 龜有光在上級宣誌 他的心情的改變 亂想 好不好我一直知道這個 我還沒有做過 老師們可以一起試試看 緣起不滅 那最後我是很希望 老師們今天來到中台灣 我覺得真的很開心 這個魔術方塊的這16堂課 你可以拿去擁有 如果你們這樣不會講 我真的會快樂到死掉 我覺得我其實很喜歡分享 我覺得每一個人腦袋裡面 都一定有很多很棒的東西 然後分享他也願意 我也願意 然後一起更好 我覺得這才是真的很快樂的事情 然後我們可以把實施的實況 拿出來討論 然後甚至 其實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特色對不對 那其實應該都要找到自己的 和聲的教材跟教法 那我真的很嚮往這樣 我在北部也是跟那個 北部的那一場的老師這麼說 好不好 所以像小慶啊 你也可以去你的那個高師大附中試試看 然後遠離高商的那個立仁老師啊 我們的那個千惠老師 也可以到北部是 就是要挑你們自己真的覺得是不興趣的 我覺得那個效果可能才會更好 那你不好意思 可能是我自己在那個野人獻富這樣 然後動機真的是一切的起點啊 就是說學生的興趣 在那邊我們要講 或是我們老師設計可能的時候 真的是一切的起點 難培養卻容易二傷 那我旁邊後面那個數學老師 就是說我們腦袋長不一樣的那樣 剛好有照到嗎 好 謝謝大家 可是可不可以給我一首歌的聲音 我大概時間也差不多 那一點的孩子都畢業了 然後我最後在 就是在整理他們曾經留下來的東西 只有一點點感傷了 我覺得有時候老師他們就會說 老師你郭恩老師的那一套又來了 就畢業的人生就是這樣 可是說實在話還是會有一點點捨不得 那我就用那個 魔力宏的一首歌 漫哈頓奇緣裡面的主題曲 來做了這樣的一個紀念 好不好 三分鐘而已 最後老師可以很輕鬆的 一邊聽一邊休息 那我就講到這邊 謝謝大家 我會想解說 我會想解說 你們會想解說 你會想解說 我會想解說 你會想解說 我會想解說 沒有呀 有時候是 and the lamp from the run searching for meaning but are we all like stars trying to lie of the dark who are we just a speck of dust in the galaxy you know it's me but not careful does it true reality don't you dare let me smell with grain of sorrow y yesterday i saw the light yes sir i did turn the page maybe we'll find it for every morning day where we're dead sit and i tears and god tell us the reason it is wasting our time you it's something season and the lamp from the run of the road searching for meaning in the night when we all l lost our hearts triing to light the night up the night oooooo g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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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 real quiet Oh, I'm just the same Oh, yeah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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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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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And here's the reason It's wasted on New York It's not a season There is another Searching for me But I'll be Oh, yeah It's not a season It's not a season It's not a season Oh, yeah